男人 女人 男人 Hello 一听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哥的盘视频 那今天呢 小哥又有一个新的视频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华晨宇在王牌里面的一个专访 那比较特别就是这个专访里面 还有一个标题呢 就是说华晨宇回应杨宁模仿自己 那好吧 我们就来看这个视频 好吧 看完那我们再来说 开始吧 现在多了小松之后 我们三个人抱团了 有时候受惩罚的时候 我也都是3比2 那我必须给自己打零分 不唱了 对啊 那我干嘛还唱歌 我就不唱歌了 那我就 做别的去 最后问一下花花 去年其实有搭营录健身Vlog 对 还记得这件事吗 记得 嗯 哈喽优酷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晨五 大家都说王牌家族 这一季已经开始逐渐腾化了 自己有同感吗 有啊 我觉得 像我和小童 就是跟腾哥刘姐在一起 录完之后 就是我们俩就越来越腾化 然后后来后来的小松 也尤其是这一季 也感觉就是逐渐腾化 腾化的你们是否掌握了一些拿捏腾哥的妙招 哇 那真的是 还是有的 毕竟现在多了小松之后 我们三个人抱团了 每当我们家族 都是那种有福疼享 有难同当的时候 现在我们三个抱团 有时候受惩罚的时候 就会我们用家族投票制 永远可以三票胜出是吗 永远都是三比二 节目中感觉花花被Q跳舞的次数 直线杉双 我不会跳舞的 每次都是急性的上去跳 对我来说太难了 主要是因为我 平时也主要做一些摇滚类的音乐 所以其实跟舞蹈不太沾边 然后就呈现出了那个 老大爷逛公园是5G 对 硬着头皮上去跳的 这种随机跳舞环节 真的没有提前排过 直接硬Q上去 对对对 硬Q上去了 给自己5G打分 0到10分能打多少 那我必须给自己打0分 太差了 希望以后不要再舞蹈环节了 跟腾哥相比呢 我肯定比他差 毕竟腾哥也是军艺的校草 对 期待你以后能进入到1分 好 王牌节目中游戏特别多 最能激起你胜负欲的游戏是 胜负欲 我记得我刚来王牌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每一个游戏环节 我还是会比较有胜负欲的 音乐类的游戏我都会觉得要赢的那种 但是现在随着逐渐腾化之后 感觉在这个家族里面呆久了 就越来越佛系了 会就上 不会就算了 输了也没关系 自己现在歌词接龙储备量如何 不怎么样 因为我听了很多的华语的歌 很多都是00年代的那一时代的音乐 周随伦他们那个音乐 然后现在有时候放了很多 非常早的那种经典老歌 再经典的老歌 我可能就不太会了 因为可能那时候对我来说都比较早了 对 然后再就是很新的歌 可能我也听的不太多 有没有在录节目中 听到某首歌被安利道 混入了你的收听歌单里 没有 对 此时导演流下了泪水 如果有一天你中了失去音调魔咒 看到歌词只能读出来 唱不出音调了 你会怎么办 不唱了 对啊 那我干嘛还唱歌 我就不唱歌了 那我就 做别的去 我以为你会先抓耳挠腮痛苦三秒钟 那肯定会吧 不会肯定是假的 会很好奇 我怎么突然不能唱歌 还是会纠结的 但是也能快速调整好吧 之前节目中还和腾哥 合作了一首反诈版 Step C 结果我对这一首 无所知 好听家常笑 当时是怎么忍住不笑的 哇真的很努力在忍的 其实我们那首歌录制了好多遍 而且都是那种录了一半 可能就录不下去了 就是因为一直在笑场 笑到唱不了了 就是即便是最后一遍成功的录完了一个完整的 但是也还是有一点点笑场 对 哎呀 当时内心OS是救救我还是啊 不是 我的内心就是 不不不不 我在自己一个人唱 我看不见他 看不见他 看不见他 正好提到了唱歌 自己有没有看过之前 腻姐模仿你唱歌的那一套分解动作 这首歌所有的动作我都会 就先踩上 对 有啊有啊有啊 腻姐也跟我看过 他 他也跟我讲过这个事情 对 评价一下他模仿的怎么样 模仿的真的是 色香味俱全吧 反正把我的那个精髓是模仿到位了 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 哇 你怎么能发现这么的精准 就是我那些 什么 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唱歌的那个动作 你觉得像你这样做 手在放后面 因为其实好像很少见到有人这样这样这样做了 腻姐就说没有音箱可能唱不了歌 所以唱歌时在做这个动作会突然犹豫吗 嗯 那都不会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提过 又告诉过我说 说我喜欢踩音箱这样一个习惯 然后呢 但我觉得我也就还挺挺挺接受 因为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 其实有时候没有音箱 可能我都会踩空气的那种 对 还有哪些唱歌是你的习惯性小动作 你怎么看歌词 这个是我有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 然后 蜜姐说你每次做这个动作干嘛 我说看歌词 看歌词 画成你这样的时候 她现在看歌词 最后问一下花花 去年其实有搭营录建深Vlog 对 还记得这件事吗 记得 嗯 等这一阵子忙完吧 嗯 但建深有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只是Vlog的话 等回到家再说吧 因为最近也因为这个这个疫情的原因 然后我也很久没有回家了 对 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 这个Vlog已经播出来了 好呀好呀 OK 好的各位 这个视频就是好笑好问而已 然后讲出一些他关于他在网牌里面的什么所谓的疼话 那我是觉得他所谓的疼话就是他们三个可能就是已经 深深的被沈腾大哥给影响到了 那就是已经开始真正的综艺化那种感觉 那可能就是这样子会所谓的疼话的意思吧 就是慢慢综艺感越来越多了 比较真的是比较会融入这个综艺圈里面了 毕竟在我们的综艺节目跟歌唱比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的一种类型的节目 那这种事情呢是算这个好事代表是他们已经是非常适应这个环境了 特别是我们大哥我觉得这一期 算不错 目前到目前来讲的话看到第七期 我觉得他的表现在里面觉得都已经算 比以往他刚开始进来的时候那种猛呆猛呆的比较容易发呆 就是非常经常都在状况外的时候 这次真的是所谓的疼话就是随时都可以接话 然后疼哥丢什么过来就接得很稳那种的 就可以回击之类的 我觉得还不错啦 这种临场反应已经变得好很多了 那这个可能就是 坦克里面的DNA 有在慢慢的渗透他们的思想 还有一个呢讲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个动作是在砍歌词 所以他被他一讲 我自己想想 哎也对哦 他是不是手这样子也是算那个 在rap是在算那个字的字 就是数字 然后慢慢我从怎么唱到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 这样算过去的哦 哎 听他这样讲好像 哎好像是真的这样 不然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以为他的动作就习惯这样子而已 这样 所以看到这个 专访也是有一个小的收获好不好 好那今天呢 下个礼品 也有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